好累哦 謝謝 我的天啊 高手組你看 一表演刺激到年輕組 對 年輕組跟瘋了一樣 輕鬆瘋了 是啊 郭哥,出去中文 等一下 我現在去到母村土宅 是 母村土宅 母村土宅 這是嗎 瘋了 可以叫警衛嗎 搞瘋掉一個 這麼多人 你為什麼選舞棍阿伯呢 舞棍阿伯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是一個 很有正面能力的一個前輩 因為聽說他好像六十幾歲了 對 然後在舞台上面可以 這樣子把精力 所以我一次把它發洩完 對 但是你剛剛那幾個動作 照做而已就傳成這樣 對不對 真的很累 所以以他的年齡 他是了不起 對 就是很有動力的一個前輩 每天展現這個舞 他就劈腿拉筋 這是很厲害 對 很有毅力的一位前輩 所以他值得我們尊敬 真的 非常厲害 一個是吳白 我們來聽評審來做講評 林隆璇老師請 真的明星組不愧為明星組 真的你們在 你們在表演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不只在享受 而且我覺得你們 都把每個細節都顧得不錯 特別是我覺得像阿凱 我叫我五百 其實我覺得你比較像 沈文誠大哥 插一個鬍子 你知道五百很Man對不對 你真的有把那個Man的 那個男性的費洛蒙給散發出來 我這邊都聞到了 哇 非常的Man 非常有魅力 我覺得那就是五百的魅力 我覺得你今天真的有那個味道出來 但是你知道五百他在唱歌的時候 他雖然Man 可是他還是有一點點皮 有點瀟灑 不羈 我覺得你還是太認真的一點點 羅平也是 我覺得你在訪談的過程 那個 那種很娘的感覺我滿喜歡的 因為你們在裡面感覺到快樂 我們就被你們感染 可是我覺得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 太瘦了 如果你在表演的時候 比方說你也是像現在這麼放鬆 非常的快樂 你一心就是想給觀眾快樂 我覺得那個Feel會更不一樣 像你剛剛在表演那個 吳棍阿伯的時候 其實吳棍阿伯給我感覺 他就是又認真 慫 更無爛 那我覺得你那個力道是有 但那個慫的味道還不夠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揣摩 但我覺得你可能要去想想那個東西 我覺得你還是太帥 太美 然後太可愛了這樣 秀蘭馬雅老師請 我剛進來門口的時候 那個皮皮的是誰 原來今天是六百大哥來了 我覺得你今天真是帥翻了 你有這樣帥過嗎 之前 有 有啦 有 自己覺得有 然後我是覺得五百大哥 他唱歌的話 他的那個 台客風味要很重 你今天外型很台 但唱歌還要再更台一點 愛人 你是去哪裡 有沒有 那個講話那種 咬字那種感覺再更 更爽一點 沒帶連的情 就是那種感覺 如果再更出來一點的話 會更香 因為你唱得還是很好聽 很帥 就是說台客風再更重一點就會更像 好 很棒 好 然後今天我們羅平 是 不是舞棍阿伯 世慕春桌宅 謝謝 是 歐巴 太帥了啦 然後我是覺得你今天在表演舞蹈的時候 很傳神 我覺得有一個地 有兩個地方非常的好 就是在那個這樣子 在跳那個肚子 對 肚子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舞棍阿伯 他就是跟旁邊的舞群 就是會有一點點 可能別人抖一 他抖第二下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點點不協調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你還滿像的那個地方 還有一點我有注意到就是在 就是這個轉圈的這個地方 通常來講 你應該很會扭屁股對不對 通常來講 我們在轉這個的時候 屁股都會跟著扭 然後我覺得這一點 你有在模仿 就是屁股也有給它撐住 沒有這麼扭 我覺得這個地方 都是你有在很注意 這一些細節的這個部分 要再唱慫一點點 就會更像 今天的表演還是很好看的 謝謝 謝謝老師 來,看莊振愷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莊振愷跟這位模仿的500 帶來歌曲能夠得到的分數是 好 分數來到88、89、90、91 小數點繼續跑 92 恭喜得到92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羅平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帥氣的舞棍歐霸 這首歌曲可以得到的分數 來到87、88、89、90 91 92 92 還有沒有 93 恭喜得到93分 因為他幾個動作真的滿高難度的 是 而且下來還要不轉還能上 對 接下來介紹 SALIA